大家好 我是冰冰 非常开心可以来到这个新加坡国际电影节 然后作为这个领奖的嘉宾 然后也带着我全新的电影绿叶来到这里跟大家见面 可能一个这样的表情吧 因为通常朋友们给你发消息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很不可思议的时候 然后就会有一些很夸张的表情 就是没有工作的一天就是完美的一天 然后你可以尽情地想做你想做的任何事情 吃好吃的东西 然后跟好朋友聊天 然后看一部很好的电影等等 所以我觉得只要可以让你精神放松下来 就是你很完美的一天 在这个Green Knight这部电影里面 其实对于我来说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因为我在这部电影里面 大概有30%到40%的机会是要去讲韩语的 所以在这个戏开拍的两个月之前呢 然后就有这种语言的训练的老师呢 去帮我做这个录音 然后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是每一句去学习韩语 然后去把它对白背下来 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那么在这部电影里面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字 我从来都没有尝试过跟饰演过的 所以对我来说很有先感 然后跟韩帅导演的合作 还有韩国的这个女演员李朱英的配合也是非常的默契 所以整个的Green Knight这部电影里面的呈现 我自己觉得还是非常完整的 也希望新加坡的观众朋友们可以喜欢这部电影 哇这个太太笼统了 其实对于我自己来说 我觉得演戏这件事情对我来说还是一个最最热爱的事情 比任何事情都重要 那么我想 其实我原来自己的想法 其实我希望可以到42岁的时候就退休了 所以就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 我其实就觉得退休了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受很多香港电影的影响 看到很多以前在香港非常红的女明星 其实到了一定的年纪就激流永退了 那么但是现在其实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时间慢慢的退移 我觉得对演戏的热爱还是非常的强烈 那么还有很多想去饰演的角色没有演过 所以对于我自己来说 我觉得虽然时间一直不断的在流逝 然后你对生活的理解也完全不一样 所以可能你还有很多很新的想去尝试的角色 在你的演艺生涯当中还是有很多的想法去要尝试不同性的角色 三个印象最深刻的 我觉得我今年其实是一个工作密度比较强的一年 那么在年初的时候呢 我去到了柏林电影节 然后紧接着去到了美国的奥斯卡 然后去到了嘎那 然后去到了釜山电影节 然后又来到了新加坡电影节 好像感觉今年的一年都是在 与电影不断的交互的过程当中度过的 对我来说非常的充实 然后也接触到了很多世界不同的电影人 看过了很多很特别的电影 那么新加坡电影节其实已经34年了 然后昨天的首映上我也看到了一部新的电影 也觉得非常的喜欢 那么我觉得整个的这一年对我来说都很充实 我自己也觉得是跟电影紧密相关的一年 所以我也很开心 还是因为我其实通常演的角色 都是一些复杂的女性角色 而且大部分其实也都是跟女性主义 跟女性电影相关的故事 那么可能还是会延续这样的一个方向 或者是有一点那种黑色幽默 或者是有一点女性的对于生活的困顿 这样的一些角色 对于我来说我还是非常去想尝试的 复杂的角色 Thank you Alice Singapore Bye